J的几档综艺陆陆续续落幕了,好在到了周末还有一档《我们的歌可以解闷》,而且第三季的比赛进入第三轮,感觉看点又多了不少。 在看《我们的歌》前两季的观众应该都知道,每季比赛前辈歌手跟新生歌手完成配对之后,还有一轮是两个组合组成一个联盟,然后跟另一个组进行比赛。 四个人的联盟演绎三首歌,真的可以做出很多种变化。 而《我们的歌》第三季也没有例外,第七期的节目中,就是杨谦华、肖敬腾、张碧晨、周星哲组成的《星际宝贝》,对阵戴佩妮、周笔畅、刘雨宁、单依纯组成的《国色天香》,六支作品有改编比较大的,也有保留经典的,只能说每个观众的喜好不同,喜欢的作品肯定也会不一样。 但总的来说,六支作品各有各的看点。 至于赛果,相信有在追我们的歌的观众也都知道了,最后是《国色天香》略升一筹。 虽然第三轮的另一场团战还没有上演,但是已经有不少观众在猜谁会先淘汰了。 那么,《我们的歌》第三季,哪个组合会提前出局呢?我想到这三种可能。 首先是肖敬腾跟张碧晨的嚣张组合。 第三轮比赛输了之后,他俩被淘汰的概率颇高,加上肖敬腾是临时不畏的,可能档期也没有那么多。 值得一提的是,第七期的彩蛋环节给了肖敬腾一首歌的时间。 相信,喜欢看综艺的观众都能看出这里面的套路。 然后是杨谦华跟周星哲的永不失联的野孩子组合。 同样的,第三轮比赛输了之后,进入下位区的他俩,被淘汰的可能性颇大。 此外,杨谦华虽然实力很强,但是真的带不动周星哲。 周星哲创作上可能很有才华,但是他真的不大适合在音乐静演类综艺里跟别的唱奖PK。 虽说我们的歌比赛氛围不算浓,但是大部分嘉宾真的都很能唱。 第三种可能就是吕方跟翟肖文的文方四宝组合了。 虽然他俩还没有第三轮比赛登场,但是他俩在第二轮排位赛的表现也确实谈不上多好, 而且很难想象下一场他们能赢过A组的林子祥、胡夏。 虽然B组的大张伟跟汪苏龙表现不差,但是A组的薛之谦跟垂纳丽莎也不弱, 所以就综合实力差距来看胜负已经没有太多悬念。 当然,比赛接下来怎么走的,也只能坐等更新。 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个组合会先被淘汰呢? 我们的歌第七七是组团后的第一站,非常的令人期待。 这七是A组的星际宝贝团体,对阵B组的国色天香四人团体。 其实胜负早在一开始就有预判了,只不过这两组对垒的过程中, 我发现星际宝贝团体四人组,他们最大的问题并非演唱实力不强, 而是输在了舞台演绎部分。 所谓未雨绸缪,策略先行,在两组实力相差不大的情况下, 谁多准备一些,谁的策略性更强,谁胜出的可能性就更大。 因为现场考验的是综合实力。 今天我们就来看戴佩妮、刘雨宁、周笔畅、 善依纯组成的国色天香,和杨谦华、周星哲、 肖敬腾、张碧晨组成的星际宝贝第一场的比拼。 拥抱阳光需拥抱的再热力一点。 拥抱阳光是张学友的一首歌曲, 发行于1993年,是一首有相当年纪的老歌。 从演唱上讲,这首歌曲并不难, 节奏轻快,推动性强, 是一首阳光向上的歌。 这样的歌,好听是好听, 如果改编时不加以设计, 很容易唱得平淡。 那么能不能赢的比赛, 就成了对改编能力的巨大考验。 这样的歌曲,如果是一个好的改编, 会点燃现场观众的热情, 会把欢快情绪调动起来, 甚至会把人从椅子上拉起来。 可是星际宝贝组合, 在舞美上没有特殊设计, 在气氛营造上, 只是增添了一排的舞者, 在歌曲结构的改编上, 也没有亮眼的部分。 所以,在我看来, 这场表演没有毛病, 但不够惊喜, 没有让我感觉到拥抱阳光的活力和热情。 等国色天相上台后, 杨千花惊呼了一声, 他们有舞台设计啊, 看来星际宝贝是真的没有想到, 把舞台设计一下。 《羽翼之下》故事演绎, 跌进情境, 周比唱《戴佩妮》、 刘雨宁的《羽翼之下》, 整台表演设计得太好了。 开场,周比唱以戏腔惊艳亮相, 在《羽翼之下》的氛围中, 给歌曲奠定了伤感底色。 戴佩妮出场第一段主歌部分, 是带着恨意的对渣男的控诉, 周比唱接续第二段的主歌, 是情于未了的悔恨, 整个主歌部分有种姐姐妹妹一起控诉渣男, 对自己无法理性对待情感的悔意。 到了副歌, 刘雨宁出场, 她的演唱更多的是站在客观立场来演绎, 非常贴合歌曲主题。 最后一遍, 三个人加了和声, 让歌曲更饱满, 同时也让情绪更强, 从而将情感张力拉到最高处。 他们三人都深暗舞台之道, 将歌曲中的爱情故事通过舞台演绎了出来, 不禁演唱的动人, 更是利用舞台的不景讲述了一个纠结的爱情故事。 这首歌是手伤感的情歌, 丝丝入扣的演绎是如此生动, 对比起拥抱阳光, 会更加的入情入境, 扣人心弦。 舞台情境的营造变得越来越重要,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, 国色天香中的三人, 把舞台想象成制作一个MV, 把台上的情绪拉入其中, 一个是阳光灿烂的歌, 一个是心绪缠绵的歌, 一个欢快跃动, 一个伤感纠结, 所选歌曲都是好歌。 而且心绪宝贝还是四人全上阵, 但因为疏于对舞台的设计, 对歌曲结构的舞台编排, 就会整体落败下来。 由此, 我联想到最近看过的《披荆斩棘的哥哥》这个节目, 对舞台情境的营造, 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。 加上极具艺术感的摄影摄像, 舞台会非常好看。 虽然东方卫视我们的歌的流量密码, 并非完全来自舞台表现力, 但是现场歌曲能够形成强烈的感染力。 不仅要求歌手通过歌声感动听众, 还要有眼耳鼻声舌翼的全面调动, 才能最大限度的征服观众。 音乐形式的变化, 也是观念变化与人性激情永不枯竭的演示。 从而带来音乐生命与人类生命生生不息的力量。 我相信我喜欢的我们的歌节目会越来越精彩的。